好 主要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在台北市的信義區 可以看到其實蘇底的颱風還沒有進來 大概是重心的風勢已經開始變強了 站在後面這棵人形倒數 它剛剛是被吹到藍腰斷下 它的樹枝 樹葉都是占據了一整個車道 剛剛公園處的人也已經趕底 現場要來進行修復的動作 我們來看看現場情形 可以看到這個人形 鬧出它的直徑 其實有長達30公分寬 但就是因為它底下根部 已經感染核根壁 所以才會在這次的風力下 就被藍腰吹斷 另外一棵也有一樣情形就在後面 它雖然沒有被吹倒 但是它上方的樹枝已經乾枯 也不少的落枝也吹倒在地上面 那同樣的公園處他們也一樣進行修織的動作 就是以防待會如果舒適的颱風進來的話 這些已經感染生病的樹枝 是沒有辦法承受17級長正風的這麼強的風力 那以上就像這次情形在